男人扒开女人的嘴 把一根管子粗暴地插了进去 然后推出两个大罐子 一罐是水 一罐是硫酸 男人强迫卷毛选一个 他们在玩要人命的真心话大冒险 真心话能直接害死人 而大冒险有一半的存活率 卷毛气得破口大骂 可惜对男人来说不痛不痒 如果他不选 男人会直接动手 汉卷毛十分难以抉择 男人决定给他点提示 他说自己是左撇子 卷毛紧张的大脑根本无法思考 脱口而出选了左边 男人就打开了左边的阀门 无色的液体顺着管子缓缓流动 女人吓得浑身紧绷 液体无声地靠近着 这一刻显得无比漫长 液体终于流进了女人嘴里 她的表情逐渐扭曲 眼睛开始翻白 好在只是过度紧张下的应激反应 卷毛选对了 左边流出来的是水 虽然女人暂时逃过一劫 但游戏并没有结束 男人再次转动酒瓶 这次指向了安娜 安娜满眼愤恨地看着男人 但她必须要选一个人接受惩罚 卷毛不幸中选 管子被插进了卷毛嘴里 男人让衬衫男选择一个罐子 衬衫男没看到男人换过罐子的位置 于是依旧选择了左边 卷毛听完却反应很剧烈 男人再次打开了左边的阀门 液体再度顺着罐子流下 直到进入卷毛嘴里 她的眼睛瞬间睁大 身体不停颤抖 很不幸这次左边变成了硫酸 安娜变开脸不敢再看 可怜的卷毛很快长穿杜烂而死 剩下的四人更加惊慌 他们终于明白这不是玩闹 男人真的想杀死他们 因为她的弟弟昨天自杀了 自杀的原因就跟几人有关 几个大学生在毕业舞会上 玩起了真心话大冒险 久平停在了性格内向的弟弟面前 弟弟选择了真心话 安娜坏心眼地问了她暧昧的问题 弟弟最想跟在座的谁亲亲 弟弟选择了自己暗恋的女孩 谁知女孩的男友吃醋了 她大骂弟弟这个娘炮也敢跟她抢女人 直接把弟弟打翻在地 内向的弟弟虽然觉得丢脸 可他只会躲起来哭 殊不知弟弟的背景很不简单 几天后弟弟约几人来家里玩 而他的家竟然是个大庄园 迎接他们的正是男人 男人说弟弟还在睡懒觉 由他先带大家参观一下 然后把几人带进了邻间小屋 突然告诉他们弟弟上吊自杀了 男人在弟弟房间发现一张明信片 上面有几人的合影 弟弟把所有人的脸都划掉了 男人以此推断弟弟自杀与几人有关 而明信片就是压垮弟弟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质问是谁寄来的明信片 没人承认 卷毛还想动手 没想到男人伸手十分了得 轻松将他打翻在地 然后掏出枪放倒了衬衫男 以此威慑众人 杰克直接被吓破了他 立即服软表忠心 男人让他把其他人绑起来 继续逼问谁寄来的明信片 有人觉得卷毛最有可能 因为他动手打了弟弟 但明信片寄出是他在国外 此时谁也不敢承认 一旦承认绝对会被男人杀掉 男人提出完真心话大冒险 如果选真心话 就得说出自己怀疑的对象 他们不敢随便冤死同伴 只能选大冒险 就在卷毛被硫酸腐蚀而死的时候 敲门声突然响起 是他们的同学根据定位找来了 杰克想打发他走 同学却不依不饶 男人干脆自己出门解决 小白趁此机会黄倒椅子 利用地上的铁片隔断绳子 然后头也不回的一个人跑了 女孩深夜在树林里逃命 跑进一个庄园想找机会报警 可当他推开一扇房门 却看到一个瘫痪在床的少年 正是男人的弟弟 原来弟弟上吊时被发现 虽然留住了一条命 但因为大脑长时间缺氧 一般大脑严重损伤 只能像植物人一样瘫在床上 连话都说不了 显示器上证显示着小巫的情况 小白连一句道歉都没有 反而开始责怪弟弟 说他连累了他们 殊不知男人已经追来了 当着弟弟的面拧断了他的脖子 小巫里 安娜让杰克放了他们 但杰克根本不敢 安娜找个理由骗他靠近 死死咬住了他的手指 趁机挣脱束缚 杰克还想制服小美 却在争执中脚底一滑 当场领了盒饭 安娜解开衬衫男的胶带 想带他一起逃离 这时男人推着弟弟回来了 安娜抬手一枪打中男人肩膀 但男人的身手依旧了得 眼看安娜危在旦夕 衬衫男拼尽全力插了男人一刀 安娜抓紧时机抱起硫酸瓶 狠狠砸在了男人身上 强烈的腐蚀力让男人昏厥 等他醒来已经被绑了起来 安娜这才说出了真相 明信片是他记得 父亲的公司需要自经周转 他恰好发现弟弟有特殊癖好 于是拍下了弟弟的不雅视频 想以此要挟弟弟帮忙 就算弟弟不帮也不过就是丢个脸 根本不至于到自杀的地步 而真正让弟弟自杀的 正是男人变态的掌控欲 弟弟不敢让哥哥知道真相 他不知该如何面对强势的哥哥 所以才会选择自杀 如今弟弟生不如死 安娜留给他一颗手榴弹 将命运交给他自己选择 在天光微亮之时 安娜带着衬衫男离开了庄园